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泰国当局发现当地妓院用水为节省营业成本,多是抽取地下水使用,且还会向官员行贿以规避查器,但这个举动却会造成位于河流低洼处的曼谷,在2030年前变成水都威尼斯。 综合外媒报道,泰国警方与调查人员日前针对首都曼谷内的40间妓院进行突袭检查,发现妓院都为雇佣未成年除气域偷抽地下水,对当地官员心惠。 但靠近海边的曼谷属昭业和积水区也位于极流域内,专家预估在2030年前,曼谷部分地区会因地下水位下降,海平面上升而沉没。 有专家指出,曼谷地下主要为粘土层,过去能防止城市被淹没,但地下水流失让土壤一起下降。 报道指出,尽管泰国禁止民众从事与发展色情行业,但曼营行为却在民间广被接受与包容,在曼谷就有两万七千名从业人员。